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一念间 令网友纷纷猜测 这是一个前后反差 并极大很有看见的角色 他聪明沉稳但暗藏心迹 失情于傅恒一人 而傅恒却喜欢未应中 后来因错阳差嫁给傅恒 得愿意长生下一子夫康安 同时还与乾隆有感情线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他的儿子夫康安 他在历史上非常出名 是很厉害的人物 他在32岁时成为一品大员 死后被破格追封王爵 乾隆皇帝甚至一度考虑 给予他世袭王替的铁帽子王待遇 这就是冠绝百疗 绝超母等的唯一异性王 家永郡王傅康安 傅康安从一出生 就被接到公众教养 对待他就跟对待亲生儿子一般 后来 不光傅康安变成了王爷 连带他老爸傅恒也被推恩为郡王 此等疏宠让人瞠目结舌 一时间 傅康安本系乾隆皇帝私生子的说法不静而走 传至晚清民国仍然经久不衰 傅康安的生母是傅恒的夫人 孝贤皇后复查室的亲嫂嫂 因这层关系 她时常和女眷命妇们一起入宫聊天 有一天皇后在宫中举办家宴之际 乾隆皇帝宠幸起嫂 而傅康安作为外妻单产 满与皇后一族或封贝子 令氏人都欢迎她便是当年的隆重 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建恩丑陆 飞呼外传 以及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中 有傅康安一角然故事情结为虚构 雄谣的环珠格格系列中 配角福尔泰原型吉傅康安 王毅哲饰演的傅查傅康安 将在本剧中后期出现 是一位专注权谋 在朝堂之上谋权堕士的臣子 耳情的扮演者苏青 曾和于郑老师多次合作 美人心忌中的大张燕温婉单纯 云中歌中的许平君勇敢善良 美人制造中的云静初敢爱敢恨 据于郑老师透露 这次他给了苏青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有故事有内容 苏青诠释得非常好